大家好,我是肥貓 大家好,我是西嶺 本集要來看台灣最高的土地公廟 這尊位於一千公尺高山上的土地公廟 可是有很多彩卷中獎的傳說與故事喔 聽說晚上人也是很多 附近關子嶺的林頂公園 也有特別的火王爺與美食節 是秋天限定的 還有白河的肉丸 是好吃的銅板美食 台南關子嶺 橫頂 福安宮 上一集東山福佑宮有提到 民國初年白河東山地區 由神秘的白法老人出沒 碰到的人 彩卷都能中大獎 引發台灣彩卷作弊的爭議 還引起日本警方來調查 是的 白河東山地區 自古以來就有柴卷的傳說 關子嶺的坎頂福安宮 也是由路邊一間半人高的小廟 應眾獎人還願 二三十年間 快速的變成地方大廟 被視為南部地區 採見相關行業的祖神 自民國一百零三年到一百一十年 人口一百八十八萬的台南地區 魏力彩 投獎總共開出五次 包含其中一人獨得一住二十億的頭彩 而人口四百零二萬的新北市 投獎共開出六次 人口兩百七十七萬的高雄市 投獎只開出三次 台南地區的人均投獎中獎率 居然是新北市的1.8倍 與高雄市的2.5倍 真是太旺了 那你趕快帶我去發財吧 坎頂福安宮 位於台南縣道175咖啡公路上 由華人傳統的風水來看 來賣來自於台南第一高峰 大洞山 因開葬分山脈 形態有如磐龍 不名磐龍雀 往坎頂福安宮的路上 道路有一定的蜿蜒與坡度 有些人是專程晚上來拜拜 傳說晚上山路也不是相當平安 千萬不要開快車喔 快到坎頂福安宮了 停車場在廟庭下方 旁邊有不少攤販 沿著停車場的斜坡往上走 雖然是一般的六日 也不是晚上 可以看到來拜拜的人真的很多 還願的戲棚子 就有五個 真的很誇張 還願的都是有中獎的嗎 應該是吧 請一個戲棚子也要不少錢 廟前鐵棚下 人氣也是很旺 這麼多人想中獎 可是頭彩才一個 也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財運吧 坎頂福安宮的開機廟 是一個半人高的小廟 經過多年信徒的還願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很有規模的大廟 這裡供奉的土地宮 其實與其他地方不同 傳統的土地宮 姓名叫張福德 傳說是周朝 請政愛民的地方官 而坎頂福安宮的土地宮 叫趙國福 傳說原本是家境貧困的牧羊人 因走私羊兒照顧主打死 卻因羊獸未盡而繁揚 繁揚後生活雖然一樣辛苦 但卻能行善助人 一心向善 可能也是得到盤龍雀的幫助 終至成神 號稱天地人山界土地宮 民國25年 坎頂福安宮的第一任住持 福先生來到坎頂開墾 因累積多年積蓄買的一條牛逃脫 福先生到當時由四塊石板砌成的小廟求院 終於找回庚牛 並與坎頂福安宮土地宮 結下多年的姻緣 一日 土地宮降壇 希望改小廟為大廟 福前主持 因此而困擾不已 坎頂福安宮位處於關子嶺的高山中 住戶不多 如何能致應建大廟的經費呢 土地宮則要湖前主持安心 他自己會籌措經費 不久後 台灣炒股票與大家樂風行 一時求名牌之風大聖 民眾紛紛湧入大小廟與摩拜 台灣有些信徒很現實 有幫到就還願不手軟 沒幫到棄之如必喜 虧錢的信徒會將神像丟棄 甚至將神像送到地方大廟 進行榨油頂 斬師佛的報復 坎頂福安宮則在這波全民運動中 香火日夜頂盛 乘風而起 成為南台灣彩卷相關業者的主廟 也完成了他對福前主持的承諾 從廟裡的各項石雕捐獻弱款來看 贊助坎頂福安宮的信徒 除了採券業者 煙火公司、建設公司等 非常的多樣 也有很多中小企業老闆 比較知名的有南寶樹脂 以牛頭排沙茶醬聞名的好第一食品 甚至連醫院診所都有 穿過人生鼎沸的廟前棚子 再往裡面走 就可以到坎頂福安宮尚未完成的大殿 雖然尚未完全完工 大殿已有相當的規模 裡面也是裝飾的相當華麗 大殿供奉了 有六尺高的正殿土地宮 與掛著金牌的開機土地宮 大殿的旁邊 也有正殿三寶 分別為鐵文彈 鐵官帽 與鐵圓球 聽說撫摸三寶 可以增強人的靈氣 慢慢的離開坎頂福安宮 我們要去關子嶺的林頂公園走走 兩地距離7.6公里 開車約13分鐘 林頂公園是關子嶺鬧區的公園 秋天會有火王爺的祭典 我們去的時候祭典已經結束 不過還有一些燈籠裝飾留下 活動留下的燈籠還蠻可愛的 主燈造型很像日本青森的睡魔祭 不用出國也能感受到濃濃的日本風 新修復完成的大城墊 是日本時代的神社 現在是關子嶺遊客中心 也是關子嶺最新的拍照景點 順著關子嶺完顏的道路往下走 一路上有天梯等很多景點 有燈籠隧道 祈福鈴鐺 還有溫泉源頭可以逛 離開了關子嶺 我們要去白河鎮上吃午餐 我們選擇白河中山路的阿青肉丸 就在白河7-11旁 這家也算是白河有20年歷史的老店 白河的美食大多開在早市與傍晚 這家算是中午也有開的好吃店家 價位也算平價 算是在地的銅板美食 我們點了肉丸與蛋蛋煎 蛋蛋煎 醬汁是店家用番茄醬特調的 不會太鹹 裡面有很厚實的煎蛋 小白菜 與豆芽菜 好吃 吃 吹 招牌肉丸 裡面有包瘦肉與筍肝 瘦肉很厚實 肉丸皮很Q彈 我喜歡 大吹 又到了旅程結束的時候 為了能製作更多有趣的節目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